大家好 我是金龙一 我们一起看一下言试韩国语2 这本书呢是我多年前买的啊 所以说这个封面呢还有一点脏了啊 那这本书呢是言试韩国语系列的第二册 那么它在前沿里边是说第一和第二册呢是初级学生为对象 但实际上这个第二册呢里边我们如果是从韩语能力考试角度考虑的话呢 还是有相当多的终极的内容 那么它的这个凡例里边呢有这样的一句话 这本书里边呢大概呢应该是有900个单词 这题是不是呢 这个呢得数一数啊 那么这本书啊和第一册一样啊 它也是根据场景来编排介绍韩国饮食市场招待交通公共机关电话医院旅行家务 它的这个定价呢是我的这本书的定价是59块8啊 但这个是几年前的那现在大家如果在这个网上去买的话呢 现在的这个第二册的定价是78 当然了会有一定的折扣啊定价是78 那么第一册呢是69块8 那么第二册呀 它总共呢是478页 我们和第一册比的话 第二册呢还是有明显要比第一册要厚一点啊 大家看这个 右边的是这个第一册啊 左边是第二册 第二册呢大概呢比第一册呀 厚了有大概50页吧 50页左右 那么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个结论啊 第二册如果学完啊 学得好的话呢 一般保守来说参加海语能力考试过三级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如果学得好的话呢 甚至这个四级有可能啊 五级能不能过呢 这个这个就分人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到底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啊 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这本书啊 因为我之前看的时候也是写了一些啊 里面有一些字 我画出来的这一些是什么呢 就考试里面考的终极语法 大家看这些语法啊 第一课啊 还有什么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这一些呢 还有歌呢 这一些啊都是很典型的终极语法 那还有一个 我们看他的每一大课也是分成四小课 只不过他和第一侧有所不同的是 第一侧的每一小课啊 他一般只有一个语法 但他这个不是啊 他一般是有两个语法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第二侧的语法是比较多的 第二侧的每一大课呢 我们看起码有个七八个语法 这都八个语法啊 是吧 八个啊 那总共这个 呃加起来的话呢 那就是啊 十大课就是八十个语法点 是吧 大概是八十个语法点 也算不少了啊 那么还要加上一些词汇 我们因为这个原因啊 他要比第一侧呢 要厚一点啊 这是中文 介绍韩国影视等等啊 这个内容呢 实际上是延续了第一侧 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第一侧啊 那我们看第一侧的内容啊 第一侧就是问候啊 学校和家呀 还有什么购物啊 交通啊 看这里边还有什么公共机关打电话 而且第一侧里的第八大课是打电话 然后第二侧的第七大课 他还是打电话 那当然区别也有了 我们看第一侧的这个打电话是这样的内容啊 说电话号码 就说自己的电话号码 还有问谁在不在啊 还有约时间电话找一个人 我电话找一个人 那么在第二侧的打电话是什么呢 电话预约 是吧 还有听电话的内容 听别人说的内容 取消约定留言这一些 我电话 他也要这个学很多内容的啊 所以说第一和第二侧呢 它是连续的 大家注意这两个连续啊 我们看他的内容啊 第一大课啊 如果需要帮助请随时跟我说 课文的这个篇幅呢 也比第一侧呢 稍微长一点 然后彩色的这个印刷啊 彩印印刷资料还是很好的啊 然后是语法语法练习 这个呢 有一点点不太能理解啊 就说他因为我们正常来说是先学完之后再练习 但他不是啊 他是先有这个语法的练习 然后他用语法的解释呢 在最后 这个呢可能和 这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个 读书的这样的习惯还是稍微不一样啊 他语法的说明在后边 但语法的练习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 例子啊 这一些呢 可以在前面就能找到 在第一课 然后第二课 第三课啊 都有 然后到后边呢 应该是第五大课 每一大课分成 五大课 实际上是五大课 四大 五小课 其中前四个呢是 课文 还有单词语法 小练习这一些 然后最后啊 第五大课呢是 总的练习 就是这整个一大课的练习 其中呢就包含 发音 听力啊 这一些都有 包括啊 到后边呢 还有写作也有的 好 那么这个是 研试韩国语2 一般来说 研试韩国语1 学完之后呢 算是 韩语入门了 学完二之后呢 就可以参加 韩语能力考试的 中高级的考试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